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大臣在皇帝死后取的 是帝王在太庙之中奉祀时追尊的名号 一般常用的有太祖 太宗 世宗 中宗等称呼 据记载 庙号起源于商朝 早在商朝就已设立 对国家有大功 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 就会特别追上庙号 已是永远立庙祭祀之一 当时庙号持有四种 创激利益约太 功高者约高 世代祭祀约世 忠兴者约种 并且在庙号之中能称族的 一般都是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 或是开国皇帝为自己祖先进行追封 之后的皇帝则普遍以宗为庙号 我们所说的祖宗就源于此 但是 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 清朝却有三个皇帝庙号都带有祖 那 这是什么缘故呢 要彻底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 祖和宗分别代表什么 祖一般意义上 代表着这个皇帝 是开国皇帝 或者功劳等同于开国 宗则代表着首国皇帝 很明显 除了开国皇帝 其他的皇帝都应以宗为庙号 在清朝 却有三位以祖为庙号的皇帝 他们分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清世祖顺治帝福林 清圣祖康熙帝玄业 这几位皇帝在历史上都挺出名 大家对他们的事迹都比较清楚 再加上 这几年清宫巨大国 这几位都是主角人物 想不熟悉也难 展开全文努尔哈赤称 祖毫无疑问 作为清朝的奠基者 后继的开国之君 他在二十五岁时南征北伐 统一与征各部 之后割据辽东建立后继 在这一点上 他与汉朝时的汉高祖刘邦 明朝时的明太祖朱元璋类似 清世祖福林我们也很熟悉 他就是历史上那位深行早逝的 顺治帝 顺治是爱亲觉罗福林的年号 在清朝一任皇帝一般只有一个年号 所以 为了方便起见 通常会以年号来称呼皇帝 我们继续讲清世祖福林 他为什么能够称祖呢 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 顺治帝福林是清朝的第一位入官称帝的皇帝 顺治之前 他的祖父清太祖奴尔哈赤和父亲清太宗皇太极都在关外 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原之主 因此 在福林死后 大臣们给福林定妙号时 就选择了祖字 为其行同开国 顺治帝之后 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康熙帝了 康熙乃爱心觉罗宣业的年号 他的妙号为清圣祖 按理来说 康熙顶多就是清圣宗 怎么大臣却给他上妙号为祖呢 在这里 我们必须提到康熙皇帝的政绩 康熙皇帝在位共六十一年 是为我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这位帝王八岁登基 在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教导 和帮助之下 年幼之时 便除傲外夺回帝王权柄 执政初期 国内外的形势都不算好 既有内忧 也有外患 在内 吴三贵等藩王势力雄厚 虎视眈眈 在外 沙俄远征军垂涎我国疆土 不停骚扰我国北方边境 在严峻的形势之下 年轻的康熙皇帝没有退缩 他坚持用兵 以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 康熙十二年 康熙帝下旨撤返 同年十一月 吴三贵以反清复明为由 拉开了一场全国性叛乱的帷幕 全国各地的反叛势力 纷纷反抗清朝统治 清政府在短时间内摇摇欲坠 对此 年轻的康熙帝制定了对策 针对打击吴三贵 绝对没有任何讲和的余地 对待其他叛变者 则采取招抚政策 以达到了分化削弱叛军的效果 康熙二十一年 在这位皇帝坐镇北京城的指挥下 三番全部平定 而后 康熙帝并没有停下脚步 康熙二十二年 康熙帝趁台湾政权内部政院之时 派遣时 狼率领水师出兵台湾 台湾被收复 而后 面对沙俄远征军在我国边境的多次骚扰 康熙帝派军将其为困于雅克萨 最终 逼迫其求和 之后 康熙皇帝又新征准达尔 将漠北地区纳入大清版图之下 可以说 中国现今的版图 基本上是在康熙皇帝的手中 真正确定下来的 清朝的版图也是一样 康熙之后 清朝基本上完成了全国大议统 清王朝在此时 真正达到了巅峰时期 将域辽阔 人民生活富足安定 可以说 康熙帝还是统一的多民多国家的捍卫者 使他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 开创出康乾盛事的大局面 也因此 康熙被评价为了千古一帝 在康熙死后 议定庙号之时 大臣们一致认为 这位皇帝虽然只是清王朝的首国之君 但是 他在位时 工业显著形同开国 所以 一致决定 为他上庙号时以祖尊称 所以 这就形成了 今天我们看历史时 会发现清朝有三位皇帝称 族的机关 参考资料 清史稿 古代帝王的庙号和嗜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崩勒 中文字幕崩勒 唤魨